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新世界跨界展演冥想中间的负责人Mox蔡依瑾来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 欢迎 谢谢 欢迎想问一下Mox终于在创业的起情动力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成立了这个冥想空间的世界 创业的起情动机应该是自己的灵魂在 召唤 对灵魂在交换 然后在探索自己 然后在内在决心的这个阶段去摆脱外界的一些雇有的文士主持圈等等 然后开始发现灵魂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事 比如说你要拥有的成就 可能是家庭 可能是一个好的工作 是结婚 生小孩 等等 对 就是这个灵魂很想要一种很强烈的质感 跟更多人可以去发现自己这个内在一样 对 那 回来台湾之后有发现很多身边的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在向往这个共同的梦想 然后一开始在线上的平台也是建立一个安全的空间 让大家可以一起的灵魂 让大家可以一起的灵魂成长 这是一个直播的空间吗 对 一个直播空间 然后大家可以分享自己在蜕变成长 经历一些灵魂暗夜 或是再去重新校团队 或是再去重新校准整个生活 怎么把这些知识落实在什么 改善生活中的一些习气 或是带家人 带朋友 带上司的方式 在改变的时候 这个蜕变的过程 然后因为毕竟都是线上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那个连接感还是 有一点距离 还是有一点距离 对 虽然线上是很方便 对 但是后来有开始在线下的空间办实力课程的时候 就有感觉到人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一起蜕变 一起转化 然后一起从低庭转化到这种内在力量 然后发现自己是 自己是本质剧组的那个当下 那个集体共振是很 很饱满 然后很和谐 然后大家是充饱变态 对 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想法 有这样的想法 想打造一个这种空间 共享的空间 而且是安全 然后让人家进来是不用那么 有任何的形象包 可以放下 可以分享 你在经历的所有的黑暗都可以像地球在接触我们 一样 这样一个包容的空间 所以你在这个 创业的过程中啊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挑战 我跟我的伙伴在一起实践我们理想中的这个共好空间 我觉得前期就是去认识很多的没有共识跟没有共好 对 接触各种不同的人 对 不同的人 但是其实我觉得大致的还是蛮和谐的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很细微的调评的机会 对 我们会发现不太能只能相信人片面的话 或是说名义上的一个共好 想要合作之类的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人的行为 有没有深厚力和 对 他的价值观有没有真的去实践出来 那会非常明显 当他没有的时候 对 那我觉得在人事的分配上 我们也不断的在叫着说怎么样去让大家的产材 大家的天赋可以是发挥的 他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就是没有谁上谁下 没有谁是这个空间的主力跟负主力 所以我们大家是一个circle 是一个女神圈 对 是一个阴性能量 可以安全在这个空间欣赏彼此的好 然后去赞美对方 说对方特财 然后你可以在对方在经历黑暗的时候去结束mix 是 就是打造一个这种向善 向善念的这种 共好的一个空间 对 所以挑战就是会去经历很多内在的黑暗 会去觉察到自己还有哪些信念 是 是有冲突性的 是比较 会怀疑的 对 就是这些内在的恐惧会不断的涌 涌出来 对 所以要去执念他 还有 对 最直白就是你有金钱的课题 对 因为起初的 嗯 起初的经营一定是 嗯 会有要去把 金额控制好的部分 是 然后我们尽量是一种不费力的方式呢 不要太去强求课程都要满 嗯 都要 都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 一种不执着的方向去去经营 哦 是 那这个过程就是要去面临 金钱 的压力吗 金钱的 对 那我觉得这种金钱压力 是在让我们的 嗯 我们的所谓的丰盛的容量更扩大 就是我们能不能看到说物质以外的 金钱数字以外的 我们达成的一个 创造出来的 对 就是这个东西是从零 到有一个 吧台 有这些灯光 有这些教室 进来 有这些活动 嗯 其实是一直在增加的 只是我们有没有去看到这些 哦 还是我们只看到平行里面的 数字 对 我觉得一直在去 转 对 转念 转念 哇 是 我觉得很棒 就是 增强了自己的信念跟转念 可以是让自己千世类 一个动力 嗯 对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 Mars 就是在关于新世界的这个 共享空间的经营理念 有哪些呢 我们的经营理念 就是像这个名字一样吧 新世界 就是由新为 由新为出发点 那这个 嗯 过程一定是需要认识自己 心里面的 所有 所有 然后是很坦诚的 去认识自己 做这些内在的 挖掘 去横结 去整合 那我们才可以从 新的空间 真的是去 无忧无虑的 嗯 然后去相信 我的创造 会 这个种子 对 我们很常说 我们发言说 我们来种种子 嗯 我们只要一个idea 我们说我们种下这个种子 嗯 然后它要收获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嗯 所以我们会 嗯 依据 嗯 依据时间的 转移 然后一些人世的变化 或是一些 嗯 天气的变动 去决定说 哪一个种子是 可以守护 嗯 就是你们的经营 然后再来是 反方向的理念是 反方向里面是 反社会 反社会框架的 一种经营方式 对 可以说是一种 骇客任务吧 嗯 当我们去看到 自己的限制性 信念 并不是我们 赋予自己的 是从 环境中 从教育中 从成长 从家庭 从半年 对 那我们看到了之后 我们能不能用一个 新的信念 去代它 能不能用一个 更 啊 更符合自己的 对 就是既然我不要 这个信念 那我知不知道 我自己的信念 是什么 这个要 做一些功课 嗯 做一些重新的编程 嗯 那接下来 为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的新世界 冥想空间 有哪些规划 目前就是 有B1跟一楼 对 我们楼上有一个 纯素咖啡厅的空间 然后B1 目前是在办 啊 身心领域的一些 跨界粉术 然后也有音乐 声量 我有肢体的动作 我有冥想 有些上门仪式 然后有一些 拍下的占卜 跟 一些灵魂绘画 跟传道 其实非常多 非常多元的课程 耶 持续在扩展 哇 持续在扩展 欢迎很多 不同领域的 创作者 跟 嗯 对 都可以 都可以 来自我们 一直接 交流 交流 我相信 具有就是创意 跟灵性成长 这一块 有一个健康的结合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 就是在未来 然后有没有更多的 规划 跟展望 我们其实有一个 画面是我们 希望可以 举办一个 白人 的 呃 庆典 嗯 一个 庆典 包括音乐 包括舞蹈 然后包括 冥想 然后 还有一些 小群体的交流 到大群体的交流 嗯 然后 有点像是 回归 呃 原本在 这种 嗯 群体生活中的 粉碎跟自然 没有 门 门户跟门户 之间的 这样的距离 我们可以 呃 找到彼此的相同之处 然后可以庆祝 彼此不一样的地方 哇 就是会举办这种 小团体 或者是大团体的 一种活动 哇 很期待 是怎么样的展现 会是在室内吗 还是在户外 室内 户外都可以 都可以 但你可以想象 它是一个 很清醒的派对 嗯 然后我们在庆祝的是 生命跟独特性 跟真实 是 哇 相信未来可以 结合一些 融入更多的一些 想法 还有不同人的想法 去创造出来 比较人力的部分 是 我希望这可以成为 就是 策划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连接 是 那接下来 想问一下 未来有更多的 就是年轻人啊 或者是 创业者 他想投入在这个 身心灵的领域里面 你要给他们 哪些建议 觉得在创业的过程 相信自己内在的声音 就是直觉的声音 是很关键的 然后这个声音 不会是 想要破坏你 想要指责你 或是 让你感到羞愧 或者让你感到 恐惧的这个声音 那些都不是 你真实的声音 对 当你让这些声音 退去之后 你会发现 你内在的空间 有一个不断的支持你 然后我希望你向前 然后尝试不一样体验 向善的一个 一个无条件爱的存在 是 就是真正的力量 其实是来自于内在 就是认识自我 自知这一块 那相信你的内心想法转变了 让你看世界的影光 不会变 对 心转进就转 是 哇 那我们今天真是很开心 邀请到你来分享 你的创业故事 谢谢 谢谢Mas 感谢Vanessa 感谢你一张媒体